现在龙头都有在推啊 比方说像国民党很确定了嘛 韩江沛对不对 民进党的尤蔡沛 可是呢民众党 有人说他可能立法院长是 赞成是推尤习昆 可是呢江启臣 是副院长最好的人选 所以变成民众党属义尤江沛 众说纷纭啊 可是呢有知情人士甚至就讲说 你觉得民众党真的会这样吗 柯文哲怎么想 柯文哲他会挺韩国瑜当院长的 可是呢马上就看到 民众党的陈志涵 他却否认了 他说其实这根本都还没有定案 所以现在在这样子的 纷纷扰扰情况之下 消息又这么多 我不知道毅将军你怎么看呢 我只是把民众党当消化再看 民众党柯文哲你拜托 你好歹也是一方枭雄 你什么事情都在听女人 然后你从这个蓝板河开始 对不对我们回忆一下蓝板河不是 他自己都已经答应了都已经签字了 回去以后因为被黄山 被这几个女人一讲以后 他就翻脸不认人了 然后就开始找一些理由 回去以后甚至于他妈妈也在哭 他叫他妹妹也出来选 然后被大家嘲讽一番 今天又来了 你今天早上你才说支持韩国瑜 支持这个韩国瑜竞选院长 支持韩江沛 下午你被一个陈志涵 你就又翻盘了 我问你 如果说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如此的就言而无信 然后没有信用来讲的话 你叫人民怎么信任你这个民众党 我觉得民众党现在有很多种策略 你其实你太多的心机来讲不好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蒙动破阴阳 你这个反反复复阴阴阳阳的 阴阳就是反反复复 蒙蒙懂懂的人 就是专门克制你这种人 对不对 你现在其实民众要的很简单 就是你民众党 你就是一个在野党 你既然是在野党 就扮演好你在野党的角色 你在野党就是监督执政党 你现在不是你三不五十 你去跟这个民进党抛妹眼 或者是要个职位要干嘛 其实民众都很清楚 你不管你的政策怎么样 你今天支持哪一种配或干嘛 如果说你没有扮演好你的 这个在野党的角色 其实你很快就会被泡沫化 尤其像今天下午 这个大概早上的时候 还传出来说他支持韩江沛 对不对 这个柯文哲传出来 虽然他不是亲口说的 但是大概媒体也都 也都有这种说法 那你看陈志涵马上就打脸他 那说不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说 一个小小一个党 也不会就是巴西立委 然后在那边 现在又传出说 黄珊珊跟蔡壁如 又是茶壶内地的风暴 两个女人的战争 然后这个 那你柯文哲 你现在到底在民众场里面 你扮演什么角色 你到底你自己在党里面 他说的话到底算不算话了 是不是 这个而且是不是真的是 由他说了算 董哥就你的观察 就是现在目前的话 都有人想 哎呀民众党大概没多久 又要准备泡沫了 但是呢 现在眼前来看 你说光是讲这个龙头之争的时候 大家都在问民众党要挺谁 挺哪一边 然后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是支持韩江沛吗 还是油江沛都冒出来了 然后现在呢 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到最后民众党的答案 可是现在看到民众党党内自己本身 前两天我们其实才在节目里面讲 我说这会不会陷入是所谓两个女人的战争 等着看 结果现在消息慢慢都开始浮上来 蔡碧如要回党中央当委员 黄珊珊说没接到这个消息 然后呢 那有人就说 所以真的是有蔡碧如黄珊珊之争的话 民众党现在是有所谓的民众党的后宫甄嬛传吗 民众党所有的人都依附在柯文哲身上 没有柯文哲出来选总统 成立台湾民众党 然后拿到这些票他们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每个人就自称能够代表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是没有人能够代表的 包括他自己 因为他讲的话从来不算话 我讲这个词是很沉痛的 为什么 一个有这么多选票的领袖 你被人家吃之以比 赖清德讲 你柯文哲不要跟我谈诚信 你连国民党签六条协议 你自己都不认账 被赖清德这样骂 是不是 那柯建明他们嘴巴就更难听了 就说你这个党是一个没诚信的党 那没诚信的党其实在政坛上 尤其在立法院他是很危险的 人家跟你讲好跟你谈你都不算 不只讲好 牵白纸黑字都不认账的话 这个是没有互相合作的基础 我觉得他们现在最 现在的话很多就这样 其实民众党最怕一件事情 国民党跟民党两边讲好 我们在立法院把他当空气不要理他 他提案我们两个党大家都讲好 通通不准去联署 这四年民众党在立法院等于是零 没有用的巴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用巴西 因为你所有提案过不了 你执行执行时间给你 我们不回应 你讲完时间到请你下台 就这样你完全没有作用你知道吗 那如果国民党跟民党讲好 就是说民党说我们两个都不理他 国会还是你最大党 最后要表决要是你们国民党决定怎么样 就照你们意思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是不可信任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民众党他就有危机了 因为你的巴西在立法院是毫无表现 那别人的表现很多 你说我们提了这个案 国民党一定会接受 国民党看一看 这个案子不错 好 我们把它拿过来 由我们国民党来 我们拒绝民众党加入 对 我拒绝你加入 怎么样 我自己表决够啊 你说我不 你要自己表决我不给你够 没关系第二轮就会够 是不是 最后是踩 那个多数捷很多事情都会过 那你民众党在立法院 连议席招委都没有 立法院有16席招委 民众党连议席都不会有 招委是排案的 排法案 你提什么案子我就不排你 都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招委 人家我就不排你的案子 你拿我怎么样 这是我的权利啊 所以我说 有些东西很现实 那民众党为什么这些 陈志涵啊 黄志涵啊 他们讲话都很大声 那个董哥是陈志涵 陈志涵 陈志涵会引起误会是另外一位 是是不好意思 那他们 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讲话呢 黄国桑本来想说 我要来玩大的 我提出你们都想当院长来这个 没想到回应其实是很冷漠 韩国医师应付他的 韩国医认为你不挺我没关系 我第二轮还是我 还是我当选嘛 那其他人大家嗤之以鼻 看你怎么玩 那陈志涵和黄志涵 那这些人他们因为没有在立法院 他们不晓得以为我有多大忍耐 那根本没有人回应你 因为你们不晓得立法院 他是有一些归籍的 而且这些归籍是法律 你的包括你的委员会要怎么成立 你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他不是里面可以你随口在讲 所以陈志涵今天既然讲说 我们要倒戈 隔魁都还没来 谁当隔魁 谁当行政院长都不知道 你就要跟人家倒戈 你这个不是很幼稚吗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些 不懂讲大话 其实很可笑 是 所以这个龙头这样来看的话 波金你认为 国民党的几率大 还是民进党的几率比较大呢 这是第一 第二总招之争 国民党内现在说 傅宽奇可以啊 有吗 很多人说不妥吧 还有其他的人选不是吗 纷纷都有掉出来 当然也包括赖世保 说其实我也可以啊 登记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看总招跟国会的龙头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民众党如果没有韩国瑜 今天这篇发文 然后呢这个民众党是给予肯定 民众党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那这代表什么 谁没有作答 民众党自己出了考题 说谁没有作答 现在国民党答啦 那如果今天民众党明明说 谁答的题 谁答他们出了题目 谁答的好 我去支持嘛 他们还要内部讨论嘛 可是有人没有交考卷 然后你去支持 那你民众党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政党 说话不算话 你等于是自废武功 所以如果我觉得现在民众党 反而因为韩国瑜发文 加上国民党团昨天的这个 也针对这个所谓未来国会改革 提出一些方向 那大致上跟民众党的路线 是差不多的时候 那我认为现阶段 民众党往绿头的几率 往下降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